就儲存格啦 所以最後我把它稍微做個排版 編號乘以解釋例句 那再來的話這裡面的那個PHP 特別注意喔 一樣 底下Echo的話 我這個編號是抓第一 這一列裡面的第一個資料特別是0 第二個資料第三個 所以底下你們可以點下面 分別應該就是 這個是編號是0 這個的話是1 2 這邊的話這個是2 這個是3 所以按照這個順序 分別把這個 你也可以把表格重新再排版一下 然後呢 我希望顯示四個東西 那怎麼去顯示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上面 它一樣是透過什麼 透過傳遞參數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它點擊的時候 也是丟這個UIL參數 那我怎麼去接 其實我們最大關鍵 應該是接ID啦 那至於另外兩個 如果你要順便接 那也OK 那我們把它接到 那接到的話 其實第一個 用那個get方式 抓到ID 所以是274 OK 那抓到的話是哪一個 是根據Name 然後哪一個keyword 那底下都一樣 去連線資料庫 連線資料 那個資料庫 然後這個資料庫名稱叫Library 再來的話改這個 一樣 select所有front 本來是book 改成那個 這個provert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其他好像都沒改 大概就是ID 因為本來叫ID 所以它會去查到 274的那筆記錄 然後丟給relaut relaut之後的話呢 再分別怎麼樣 把那 因為查只會查 因為是primate key 不會重複 所以只會查到一筆 那就把這一筆記錄呢 分別一個蘿蔔 一個坑 分別的放進來 那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結果 back回去 點擊的話 它一樣 會抓到574 這個559 有沒有 就會抓到一筆記錄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部分完成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查詢系統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大概幾個步驟吧 只要用Excel 轉換之後 傳到MySeqo 再修改一下 三個頁面 那當然這個美工 還不OK啦 如果說你要做更OK 美工部分 自己再修改一下 我想應該就很好用了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套系統 中小企業其實就非常好用 所以以後 比如說你要讓人家查詢什麼 那些簡單的進銷存系統 的資料 其實前端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VPA做錶單很方便嘛 那前端他要輸一些東西 去一去 那以後的話 假如說那個業務人員 他要在外面查 到底銷哪些東西 有沒有庫存 有沒有 或者是說單價多少 或者要查一些客戶資料的話 他其實可以透過網頁 就可以連到公司的Server 那這兩者之間 其實Excel本身是可以 怎麼講 就是用Excel當資料庫 然後存在Excel 最後會出一個CSV 再轉到MySQL 那外面的人 他可以透過你的Server 再去撈資料 那這樣其實很方便 那未來可能會有需要說 他除了從網頁查之外 他有的時候你要直接從什麼 從手機裡面查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需要幫他 做一個手機的APP的那個介面 然後一樣怎麼樣 傳遞到MySQL 他就可以 OK